Leo聊世紀TNT如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大約9點鐘方向的義大利人Viper 義大利人特色呢 是他的工兵單位 有這個勒納、弩守 打騎兵傷害非常高 所以這一場呢 Viper的優勢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Viper這邊的義大利人 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工兵、騎兵都可以用 而且還有大落馬、三攻三防都有 那他的火槍跟火炮 價格也比較便宜一些 也適合走火器路線 後期呢 可以考慮直接走個勒納、弩守 配上騎兵 加上劍兵有事 或者是搭上強奴兵 去做搭配組合都很適合 那他的三輪路線基本上是全滿 只差了一段斜數而已 那整體來說呢 義大利人最大的弱點 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這一點呢 是比較可惜一點 那義大利人呢 他有時代上的折扣升級的關係 所以也可以快速點帝王 或是城堡時代 都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卡布奇這邊選擇到了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特色呢 是由擁有免費的農田科技 所以他的經濟還算不錯 而且吃果子的速度 是由信念最快的文明 那法蘭克人呢 他的騎兵路線有自帶20%的血量加成 但是他沒有大落馬的升級 算是後期比較弱的一點 那後期呢 遊俠可以高達192滴血非常的坦 那法蘭克人呢 後期呢還可以考慮走個火槍火炮 但是弓兵路線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戰毛兵用起來也是有點堪用喔 那主要打法還是 為了在這個布奇作戰喔 遊俠配槍兵是比較常見的 還有這個火槍火炮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方面目前卡布奇看起來 黃金位置有點微妙 在這個高地上還行不算差 這裡圍起來應該是沒問題 問題是這一塊區域喔 沒有任何的木頭 要圍起來不太容易 而且果子一樓在外面 附近的位置也比較偏外側 這裡要開TC的話也離木區比較遠 很尷尬 這附近都沒什麼木頭喔 一定要跑到非常後面才行喔 對圖方面卡布奇是非常差的 那Vipe的部分呢 來看一下 Vipe的部分 黃金的位置是兩個都偏靠前 後面有塊黃金 黃金的位置主經在後面還行喔 果子在這裡有點尷尬 這裡要圍出去才能圍好 但是要圍死的話應該是沒問題的 但是 要圍大的話也是非常花資源耶 哇 不管怎麼圍 兩邊地圖喔 都是比較偏空曠難圍的喔 好 那接下來Vipe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卡布奇這邊織布技術也點下了 兩邊的織布技術都補得很快 都是18P 正常的肉碼開 那現在的Meta來說 法蘭克打意大利人喔 通常不會去走騎兵路線喔 但是還是會先打騎兵 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他的騎兵真的是優勢比較大 所以走肉碼開的優勢還是有的 但是中後期呢 還是得靠這個戰毛兵去壓制勒納爾弩手 不然勒納爾弩手真的是無解喔 不然只能靠火炮了 但是打火炮的價格戰呢 又打不贏對手 那意大利人他有個問題喔 雖然他的火炮很平 但是沒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法蘭克人可以 藉由工程工程師的科技優勢去壓制 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 Viper這邊已經點下了一農螢幕 COPCH這邊是點了一集 一集伐木 OK 又免費了一集農田 好 這裡趕快兩邊打肉碼嗎 Viper這邊是選擇了射箭場開局 毛兵防守 槍矛防守路線 槍矛防守 先把農田吃一吃 槍兵先去往前看一下 你家在幹嘛 讓我瞧瞧 法蘭克人看到毛兵過來 馬上補了一個射箭場 OK 果子去稍微微一下 不要被受到太多 嚴重騷擾就行 好 繼續踩下果子 這隻村民有點難踩資源 一直被打擾 好 三隻肉麻回家防守 好 F現在在這邊 果子慢慢的弄 好 看到毛兵出來 往後拉一下 好 後面補了更多的兵 好 毛兵前壓 好 COPCH這邊重點 就是把所有的槍兵搞定 肉麻就可以上去無雙了 可能是肉麻該怎麼上去無雙 這也是一個問題 他怎麼秀呢 好 對法蘭克來說 經濟是一大打擊 果子秘密可以吃很快 但卻不能吃 到義大利人 VIPER這邊還沒有點下一擊射 那COPCH這邊也是 兩邊一擊射 這個時間點還沒有點下 好 這邊直接上去硬點嗎 VIPER 槍兵直接上去 點光 COPCH這邊硬吃 先把槍兵搞定 OK 肉麻可以開始無雙了 先把肉麻打回去 毛兵還在對打 COPCH被吸引掉了 怎麼肉麻全追一隻肉麻呢 COPCH這邊太專心在控毛兵了 有點控不太過來 結果自己的毛兵被點光 剩下兩隻 OK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肉麻的保護 還有槍兵這些肉麻直接吃光 VIPER應該是 守不住了 這波槍毛前壓也確實弄到了 法蘭克的經濟 這波也算是不虧不賺 我覺得沒有到賺 那這邊直接圍好 先把這面圍起來如何 好 VIPER這邊圍了下面 但是這邊 COPCH措施良機 沒有看到這個蓋牆的說明 好這邊直接硬吃 蓋採礦林地的說明 結果繞了過去 差一刀拿下 搞定 VIPER這一波 應該也可以拿個一村 槍兵再處下殘血回去了 哇 COPCH最後是活了下來 凡是VIPER被偷點了一村 這一波村民 拉過來打架 好 現在 有點尷尬 VIPER這邊有很多洞 哇 結果這隻村民還溜在外面 不行了 趕快去支援一下 哇哇哇哇 這個前期打得很精彩啊 VIPER COPCH這波也是打得很好 好這裡要小心 高打第一 打得很高 兩刀收下 哇 VIPER直接被偷了兩村 COPCH一村都沒有死 這一波交換下來 VIPER有點小小炸裂了 好那現在點下了一級挖金 現在 要等一下城堡時代 兩邊應該是等升級 不會再繼續大打出手 好 現在先升級 或者第二個馬就 OK 法蘭克前期正常打馬 正常的開局 那VIPER這邊的目標 就是轉出勒納奴手 才可以克制法蘭克 繼續出馬 那我覺得義大利人這邊的問題 還是圍繞在城堡時代的出席 該怎麼打 直接走攻兵路線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反正後續有強弩可以做接續 但是問題指出強弩 指出攻兵的話 是很難壓制法蘭克人的 但是現在 奴炮又有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法蘭克人 直接出騎士壓制 也不是問題 所以義大利人 要不要轉重裝長槍兵 去防守 或者是直接打 奴兵配騎士的戰術 也是可以考慮的 畢竟城堡時代 法蘭克騎士 跟義大利人騎士 都是120滴血 整體來說 差異性並不是特別的大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老兵往前點 能抓到一串嗎 沒有辦法 騎士進來 OK 麥普進來看一下 你家的地形長什麼樣 還沒有開TC 但是他其實已經開了 他不去開TC 這裡圍一下 差一點這隻村民要被抓掉 麥普這邊手速很快 好 攻兵路線已經來到了11隻 但是問題就是 法蘭克如果這邊點下二級馬卡 欸 法蘭克走馬功 這神奇了 馬功的話 雖然也有血量加成 但是 這樣是對的嗎 對的嗎 50滴變60滴 血量還少了10滴 法蘭克馬功 好不去 這波 漂亮了 但 如果是走馬功的話 義大利人又會變得更好打了 因為 光走奴兵 就可以壓制住這些 馬功 好 這裡著翔 找一隻騎士 招到沒問題 騎士趕快輸出 馬功這邊 直接打爆了傷兵 神奇東西快要蓋好 這裡圍起來過不來 神奇中心補下傷害 工兵有拉回家嗎 有拉回家 抗手一下 vipe這一波沒有第一時間 把工兵拉回家 殘血騎士拉回來 5滴血 待會用生女再繼續補 這個騎士又能繼續用了 第一波法蘭克人馬功加騎士 確實有點打亂vipe的節奏 但是整體來說 要守住馬功配騎士的打法 義大利人並不是太困難 只要靠工兵配生女 基本上就可以守得住了 這裡直接抓 但是大學 有沒有補能呢 大學 沒有補 先是生女防守 大學補了 剛剛講完就補下去了 這個時間差不多要補了 28隻的工兵 現在COPCH看到對方工兵 這麼多的情況 要考慮開始點過二級 比馬凱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連二級射都沒有 手勢有點短的 現在射程只有五點 工兵可是有七點射程 直接多你兩點射程 你要怎麼打得贏呢 所以走工兵路線 我覺得對vipe來說 是比較輕鬆的 vipe本來想要去找馬功 但是沒有找到 欸找到了 好彈到血 還有五秒鐘 工兵稍微攔截 好把繞彈的工兵拉走 但是拉走之後 繼續反擊 有彈到血之後 射得非常準 直接點掉了三匹馬功 第四隻也可以點得掉 第五隻 有機會嗎 哎呀沒有辦法 法蘭克人依舊還在出馬功 這個真的是太玄了 射程少兩點 好三級射 而二級射點下 射程還是少一點 血量60滴血 法蘭克這邊是血量60滴 工兵是35滴 那馬功還有個問題 就是 開火動畫 會比工兵來 來得長 所以 現在法蘭克人走馬功 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 還是得靠二級馬凱騎士 正面硬吃才有機會 不然就是要補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防守方法 好 果然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好 vipe騎士上去直接把聖旅給砍掉 我讓卡布奇順利剪掉生物 在二級馬凱還有10秒鐘 vipe果然是把對方追著打 追著打 好 稍微 射一下 打下給壓力 vipe這邊走上高地 看到了城鎮中心 跟著了往後撤 好 現在四個城鎮中心補下了 vipe手推側也點了 好 這裡再點了一村 兩村有機會嗎 這樣有點困難喔 馬功現在有來到10隻的數量 但是沒有再繼續補 馬功數量沒承襲 基本上沒什麼能力阿 哇直接被布工兵點爛 來不及開火就直接死了5匹馬功 你馬功真的是來搞笑的吧 卡布奇 直接走起兵路線補就好了嗎 哈哈 哈哈 牠現在有40億隻的工兵阿 我的天 額量是有點大了喔 好 工兵直接硬點 呃 差點點掉 6滴血活了回去 好 招搶到了一隻騎士後面的生侶 繼續過來補 好 投石車過來 再繼續招搶 硬吃 好 MIPER接收工兵 很關鍵 好 這隻騎士有點危險 拉回來工兵射一下 數量真的有點龐大 MIPER點下了拇指環 哇 待會這個農兵的火力又更猛了 投車來了 拍了一下 沒拍到 第二發會有機會嗎 好 直接點掉了生侶 後面投石車砸了工兵 往後拉 繼續往後拉 點掉了一隻騎士 補了一個城堡 這裡MIPER想要流進去 異龍時代還有30秒 MIPER還在爭取時間當中 MIPER應該是有看到這根城堡喔 正在蓋 好 這座工兵進去了 就沒有打算要出來了 MIPER一定要找個樹洞 鑽一下 這裡有壺 有壺就安全了 MIPER現在應該心想 有找到我的 鑽洞的機會 但是Carpish想要 往 土的方向走 想要做個包抄 後面投石車過來 拍了一下 拍到了工兵 但是投車第一次被點掉 等第二台又過來 MIPER直接一個V陣 堵掉投石車的傷害 這一波投車 再點掉 不漂亮 但是投車臨死前後打了一發 但是二級馬凱騎士 已經要把MIPER的所有工兵 給吃乾抹盡了 MIPER這一波 損失了40幾隻的工兵 但是強弩還是補下了 三級 色化學 已經陸陸續續補好 法蘭克人還在城堡時代 這一波 法蘭克人地用時代 可以補下了 現在是106吋 對上126吋 MIPER稍微有一點 劣勢 目前是軍力上的劣勢 但是騎士直接硬吃 可以爭取一些時間應該沒有問題 MIPER往前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是想要轉火炮 但是工兵又在吃光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MIPER生帝王實戰 但是卻劣勢的原因 在這個時間點 強弩沒有成型 是不可能打得贏這些騎士的 所以現在工兵還要再重新農一下 現在回到二三十字的數量 才有可能壓制得住這些騎士 好 法蘭克這邊騎士有點殘血 要不要點個草藥治療 去城堡打個麻將 戳了麻將 帶出來就去出征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這隻馬公怎麼站在一個奇怪的地方 跟香龜約會 跟香龜約會 好 那現在法蘭克人點下了一級挖石 現在野礦的部分 MIPER挖得很開心 看不去沒有意識到 MIPER已經在採野外資源了 好 MIPER這邊轉出了 輕奇變成升級 似乎是想要轉大陸馬 好 這一波衝進來 MIPER可能會有點難受 騎士直接貼到臉上了 但是工兵也在往前 你衝我家 我也衝你家 互相傷害 來了 MIPER的第一台火砲已經按出來 提示方面 想要手撕城鎮中心 有機會嗎 一點困難 好 法蘭克這邊一共已經點好 二級挖金也點下了 好 MIPER這一坨強奴 這一坨強奴 能夠抓多點村民嗎 現在法蘭克的臭名處非常好 一百四十一村 這裡稍微圍下資源點 工兵在後面射 法蘭克點下了重裝騎士 三級馬凱 MIPER這邊則是點下了三級的工兵牌甲 但是沒有展出勒納農手 這一些工兵已經深入到了後方 給到COPT很大的壓力 但是側面也不管 我就是要繼續A 騎士繼續給你壓力 這一波騎士一直攔截到MIPER的強奴 強奴 強奴數量很難成形 沒有勒納農手 打法蘭克的騎士好像還是有點失利了 這坨騎士衝過去也是有點在下水餃 現在法蘭克的家裡後面經濟也是受到騷擾 但是MIPER的家裡好像死傷個嚴重的感覺 但還好 還是有134村 但是後面這邊才是大中的50隻村民 法蘭克會不會看到呢 法蘭克這邊出去收村 這邊其實收差不多沒什麼村民了 法蘭克這邊開始轉馬鎧 但是城鎮中心擋不太住了 現在有三級馬鎧的重裝騎士 有點難受 四處著火 法蘭克家裡的生氣有點一團糟 大部分村民都在收到裡面 城鎮中心裡防守當中 沒有辦法很好去採資源 VIPER的資源全部見底 沒有人在挖黃金了 後面這坨強奴 還沒有解掉 但是快解決了 但這波卡布奇也確實把VIPER弄到了 沒有辦法出兵了 哇哇哇哇哇 不轉重裝長槍兵 跟勒納奴守 真的是打不動法蘭克的騎士啊 後面這火炮回來打個一炮 有沒有看到嗎 沒有卡布奇這一波騎士完全不管 就是送 送就完事了 好 怕血衣服下 法蘭克也要轉火炮了 現在兩邊還在工程當中 現在十五隻騎士又溜了出來 法蘭克就是要走騎兵啊 不然要幹嘛 好 這邊稍微擋個下 但是數量不夠 沒有辦法反擊回去 這邊直接衝過來 建築學來不及為好 兩台火炮 要被砍死了 VIPER這波直接損失殘重 卡布奇這波打得非常好 好 那現在法蘭克人可以考慮把石頭賣了 把石頭賣掉 然後去轉出 192遊俠 我覺得石頭可以賣掉 這個石頭沒有打算要賣 繼續控城堡 控城堡去控地圖 現在VIPER 點下了增兵技術 大羅馬很難提升 現在要趕快把勒納弩手的數量給穩定起來 這邊點好了科技 增兵技術已經有了 現在問題是要怎麼打回去法蘭克的遊俠 但法蘭克現在點遊俠也是有點困難 黃金要多一點再來挖一點 OK 現在黃金的部分 這裡要是被卡布奇給挖走 那192遊俠一定會出場 要不要這裡也補一根城堡呢 當作前線哨戰 LIFE這波洛馬衝過去直接撞在了騎士臉上 騎士直接無雙 砍爛了一堆馬 好 鎮金幣術重新補下 剛剛好像沒有研發好 然後點下了巨盾 騎兵路線升級 現在可以考慮點個大陸馬 但是黃金有點缺 還是繼續補下勒納弩手呢 勒納弩手成型之後應該就沒問題了 但法蘭克也是順利的點下了遊俠的升級 現在騎兵路線 還可以繼續GO 不用擔心轉型的問題 Viper這裡沒有打算轉 重裝長槍兵 上來是要用勒納弩手直接射穿法蘭克人的 畢竟義大利人沒有大槍兵的升級 好法蘭克遊俠三弓已經依序點下 勒納弩手現在還有五秒鐘升級好 精銳版本 最後選擇了退款 什麼意思 不是退款 是成本被打掉 哎呀 重新補下吧 Viper 精銳三級其實很快的 但是Viper有發現 沒有點好嗎 赫納弩手 精銳版本 好像沒發現 重新補下 看到了看到了 把這些精銳兵全部取消 Viper有發現 黃金怎麼突然變這麼多 但是 法蘭克的遊俠升級也快要好了 好這一波 波蘭納弩手 射回去 兩匹馬 遊俠升級 還有 20秒的時間 3公斤補好 波蘭納弩手這邊傷害很高 二級馬卡也點了 Viper打得很劣勢 就是弱馬來阻止來挖礦 起司後面騷擾 上次有城堡擋著 Viper的最後一塊黃金在這裡 現在看要不要把上面這塊黃金給拿回來 火炮這邊打回去 勒納弩手 看到在蓋城堡 應該是來不及 要往後拉了 趕快走趕快走 勒納弩手 看到遊俠衝過來 好緊張 勒納弩手突然 現在有15隻在前線 扛著遊俠的傷害 但是有點扛不太住 遊俠只要貼到臉上的話 Viper可能就沒機會 Viper這一波勒納弩手 損失的速度有點快 拉打可能來不及 遊俠的部分一直往前衝 現在法安克人一直噴遊俠 是不是就能搞定Viper呢 好像穩了 Viper有點涼掉了 好 現在30隻 遊俠 哇哇哇哇 這個遊俠好猛啊 長驅直路 Viper應該是要打出GG了 已經完全斷金 只能靠聖物 慢慢治理生活 但是五聖物其實蠻能扛的 但是問題是要怎麼扛下這一波遊俠呢 自己沒有轉重裝長槍兵 連擋都擋不住 只能靠城堡跟城市中心防守 要是一旦一直收村 就沒有辦法去採支援 好 但法蘭克這邊轉出肉馬升級 要轉一些馬了嗎 黃金感覺不太夠用 但是這一波遊俠抓到了很多村民 殺敵樹已經來到了24村 Viper這邊村民樹下降到只剩下95村 好 這波遊俠又衝進去 法蘭克要帶走Viper了 COPCHI應該是要成功逆轉勝 文明烈士 直接遊俠衝浪義大利人的Viper Viper五聖物被打噴出來 沒有機會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COPCHI拿下比賽的勝利 Viper這一波很慘 感覺上面這個黃金一旦失守了 好像就沒什麼機會了 COPCHI這根城堡也是控制的很好 成功把GINO給控制下來 那下面的黃金部分也是 找回機會也控了下來 而且他打得非常的謹慎 參暴都不是直接插在這個附近上 而是在前面的地方 先建立一些堡壘 確保這個這個城堡可以建立起來 然後再來繼續往前升插城堡 我當然覺得COPCHI這波打的遊俠 打得非常漂亮 通常法蘭克人很難憋到遊俠的成型 但是COPCHI前面的馬功有點開稿 但是後襲還是轉出了遊俠出來 那Viper這邊則是的問題 是40隻奴兵 往裡面走 感覺這一波就不太對了 走進去之後也沒有地方可以鑽動 這個弧區也來不及鑽進去 COPCHI這邊攔截的很好 後面投手設計給到了壓力 成功包夾住了Viper的攻兵大隊 真的說COPCHI這波打的是真的漂亮 出了167隻遊俠好猛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